站台风的我们的结构是三段式 快 慢 快 特别规整简洁的一个结构 音乐结构 当然我们昨天也在提到 拿到一个全新的作品 我们要审视这个作品的一个时代背景 昨天其实接触到了一首 和它几乎同时代背景的一首 春到香江 不是说同一年 它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 那么在这个时期 我们称为1949到1979年 曾经有一本教材 名字就叫1949至1979 这个教材里面收纳了 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考级曲目 考级曲目除了个别的传统曲目 以及入门的一些部分以外 基本上都创作自1949年到1979年 所以大家会发现 整个这批曲子都收纳在了考级曲目当中了 然后这批曲子 我们自己想一想都列得出来 从刘洋河开始 传统曲子 传统曲子不算 然后刘洋河 山丹丹 春风收锣鼓 春到拉萨 情仓曲算传统素材的 然后雪山春晓 草原英雄小姐妹 你看像这样的一些作品 战台风 是吧 就这些曲目都是我们每一个级别里面 非常主打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作品当中 我想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今天这首战台风 那么战台风呢 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昨天已经大致地介绍了 这个历史时期 为什么古征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创新和发展 就是因为音乐或者契乐 它一定要为思想 为情感来服务 所以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么我们征人或者说 从事艺术的人 他已经不满足于 仅仅用音乐来表达 这个风花雪月 表达诗词歌赋 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 斗争的革命的年代 所以从那个时期开始 大家向这个西方的一些作品 西方的一些乐器 借鉴 影响 然后开始大量的改编和创作 全新的古征作品 以及全新的古征演奏方式 那么就产生了这样一批作品 所以这批作品 具有强烈的时代的意义 或者说时代的烙印 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那么《战台风》呢 这首作品 因为它的几个重大的特点 它成为了那个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品 一个特点呢 当然是和众多的那个时期的作品相同 它具有鲜明的 那样的一个时代环境的色彩 歌唱的是我们的 大五位 具有大五位精神的工人阶级 虽然具体是在指这个码头工人战胜台风 那么我想这只是它的表象 这只是它的形式 而它的深层次的内涵 它是在歌唱 赞扬 我们工人阶级 这个大五位的 不怕困难险阻的这种精神 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 从《战台风》这首曲的当中 要领会到的最重要的精神 其次呢是 当然《战台风》呢 也是跟 跟这个其他作品一样 它呢 打破了古征 右手弹奏左手暗显的 这样的一种 传统的演奏方式 那么可能对于当时 某一些较为保守 或者较为传统的演奏者来说 它是一个 都惊呆了 是吧 怎么古征一下子就是可以 可以把表现力做到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它很像 类似钢琴的黄河 这样的一类的曲子 所以就是左手呢 开始体现出了古征 丰富的这个音域变化 以及这个和声效果 这个是可能以前我们没有挖掘过的 但是古征确实存 具有这样的 这个表现力和潜力 对吧 可是以前我们因为 传统的 我们的精华部分都在左手 包括现在依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 没有必要放弃古征 所潜在的一些极大的音乐表现的潜力 所以它的音域和声 都是极其丰富的 那么我们的局限呢 就是我们没有半音阶 半音阶我们 右手单弹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出来 但是双手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半音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这个局限呢 我们又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迷 那么就是重奏 我们几台古征在一起重奏的时候 我们就还可以出来丰富的和声效果 所以古征除了自身 可以形成一种肢体的 自己演奏主旋律 自己伴奏这种效果 我们在重奏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能完全像西洋乐器一样 西洋作品一样 演奏出丰富的 有变化音的和声效果 所以古征的表现力 潜力是巨大的 好 这是我们战台风的 第二个大的特点 第三个大的特点呢 是其他的曲子可能 并没有出现 或者不大出现的 那么就是在战台风当中出现了 颠覆人们音响概念的一些声效 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也许觉得司空见怪了 因为现在的作品啊 噼里啪啦什么 这边的这边的拍的 底下敲的 什么声音都有 但在那个时候 这个 看到 战台风 已经把它这个 都弹成 这种声音来了 是吧 还用 把这边的 这个声响 也利用起来了 这我估计真的 就是惊呆了 是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创新嘛 他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极致之后呢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给人形成了强烈的一种冲击力 所以呢 他可能是这批作品当中 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 因此也是形成了最大的这个社会 社会时代的一种 反响的效果的这样一个作品 因此呢 他呢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些 大胆的 敢于创新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那么他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时代背景 包括这首作品的意义 价值 所以这些呢 是特别是站台风 是需要大家要非常全面地 深入地去了解的 在这个乐曲的背后 那样的一个历史时代 一个历史环境 好 然后我们的结构呢 刚才说了 非常简洁的三段式 快版 慢版 快版 那么基本上所有的技法 都集中在了第一段的快版 段落 所以第一段快版段落 它的内容 涵盖得非常广 非常多 因此我们着重 要来分析的是我们的第一个段落 那么第一个段落 由于它太长 我们又把它划分出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没有影子 一上来 剪明鹅药 一直 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一直进行到 这个谱子 你看基本上大家是一样的 就是在很多地方 一会儿正好我们检验一下谱子 然后这个就是到48页了 到48页的第一行 第一行的第二小节 我们就在48页第一行 第二小节的第三拍 第三拍呢 也就是这个一个V字 一个分号 看到一个分号吗 这个分号呢 是我们在段落当中 又比段落小 又比句子大的时候 我们就画分号 分号的这个概念 比句子还要再大一些 好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呢 是 49页 49页的最后一行 最后一个音 摇指音之后 又有一个V字里面 写了一个分号 好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 哎 有人叫我吗 这个谱子看起来好长 其实你们把这个谱子 对照完以后呢 就不用拿这个谱子看了 就大家如果说 都熟练了以后 其实就是在原来的 一个站台复杂技术上 把各个声部的进出 记清楚就行了 因为这个每个声部的谱子 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内容有加减 哦 好 57页 57页 我这个刚才 过了 因为这儿它没画 好 57页的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的 第一个音 也就是第一小节吧 结束 在这儿再画一个分号 57页最后一行 就那个拉的 下加二点的拉的两拍之后 好 在这个小节线处 画一个V字 一个分号 好 这个是我们的 第三层的结束 好 第四层就 进入了 全段的最高潮 好 这个就是到这个段落的结束 好 这个段落的结束是在 63页 这儿也没有画 63页的第一行 倒数第一小节 和倒数第二小节之间 米苏拉 这个时候不是分号了 是双斜线 好 那么这个就是等于我们在整个第一大段当中 分了四个层次 然后 接下来我们看 慢版结束在哪里 好 慢版结束在67页 67页的 第一小节结束 好 双斜线 这是双斜线 好 然后就到全曲结束 好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 现在就是你们这个谱子叶码特多 你们翻谱一会儿翻得特别勤 所以就是没有那个读咒曲 看起来这么方便 所以你们一会儿就得 这个得使劲快速翻谱 因为它一行谱就一片 而且速度那么快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麻烦 最好到时候背下来就脱谱子 就不要看谱了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了 它如何区分这四个层次 你们不要弹 你们不要弹 不要发出声音 好 第一个部分是 基本上是 基本上以一个双手配合的一个形式 每一个段落的一些技法特点不一样 看一下 看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这个一会我们再来说它有多少句子啊 句子的逻辑一定要清晰 这是第二层的结束了 好 音效变化我们就过去了 又重新进入了 有拍子的啊 这第三层 好 音效变化我们就过去了 这是第三层的结束 这是第四层的开始 好 先说这个前面部分 所以它在这个每一个层次当中用用的 是我们丰富的演奏技法当中的一些 不同的表现力 那么通过 既很丰富 但是它又一直在变化 而不是雷同的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整个第一个层次的特点呢 就是双手配合出一些 后半拍啊 一些节奏变化 然后双手是合作的 那么第二个层次呢 它运用了古针特有的 马左 马右的一些音响 包括我们华音的一些 这种声效 主要是来模仿 打自然的这个声响 第三层次呢 它运用了我们的快速技法 点奏 扫摇 当然点奏扫摇 它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用到淋漓尽致 因为处在一个中间 正在建墙 这样的一个地位 一个阶段 所以它的这个 进入到一种极其快速的状态 但是还没有达到高潮 但是和第四段的 这个技法的运用 就已经很接近了 然后呢 再进入到 到这个一结束之后 好 从我们的 整个第四段开始 淋漓尽致地用扫摇 和点奏两个段落 把整个层次推到了 最高潮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四个层次 为什么你脑子里 一定要首先 你对这个曲子 虽然我一开始 我还没有 逐字逐音地 把这个谱子背下来 但是呢 我脑子里已经 对这个框架 了如指掌了 我一想到 站台风 快 慢 快 快把四个层次 然后慢摆 后面的快摆 因为慢摆 后面快摆 篇幅不长 那么马上就 这个时候脑子里 又清晰地呈现了 第一段快摆 那种四个层次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四个层次 所以你划分完 这个层次以后 特别地有利于你 背谱子 特别有利于 你在脑子里 就是对这个曲子 就像我们 这个人的 这个全身的骨骼 脊络 脉络 就已经 清清楚楚 这个结构 框架清清楚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脑子里就要知道 那么更不应该的 就是已经 谈得很熟了 都不知道 这个曲子 到底是什么结构 而应该 你都还没开始弹的 我都已经知道 这曲子是怎么回事了 我知道这曲子 应该是什么结构 但也许我还没有练手 也许我都还没开始练 但我已经 我知道这曲子 怎么回事了 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这样子 然后随之 所以我越来越熟 我就对细节 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音的细节 那么这个就是 叫这个 是一种 由粗到细 循序渐进地 对曲子 最终了解到一种 很精细的状态 所以就是 我们就是说 最不可取的一种 弹琴态度 就是说 直到这曲子 都练得滚瓜烂熟 而对于曲子的 整个的脉络 逻辑 结构 完全一片混沌 一片模糊 甚至 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去分析它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应该反过来 当即使我们没有能力去弹这个曲子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有能力去分析它 这应该是你的前提 特别是老师 就像我们现在 比如说那天晚上的很多的新作品 可能我们作为老师 新作品出来这么快 我们没有时间一手一手 把所有的新作品都练得特别熟 也许我们没有学生熟 但是我在心里对它的结构和细节的把握 我比学生要更清楚 而且清楚地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你让我真正去弹 我可能弹得没它熟 没它快 但是我对这曲子了解 可能比学生心里还清楚 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 一个是你具备了这个能力 那么你具备了这个能力 你驾驭这个曲子 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只需要你付出时间 而不是说我仅仅是在形式上 把这样的曲子 从一个表面上把它弹下来 那么实际上我自己是一个 完全是一种盲目的 是一种混沌的 然后对乐曲的这种 也就是说 无法具备一种能力 对吧 我们就是说 受之以鱼 不如受之以鱼 对吧 这个鱼是 先是没有三点水的鱼 后面是带三点水的鱼 对吧 我给你一条鱼 我不如教你怎么去钓鱼 所以这个是一本书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我希望我们 更希望我们 不如把这曲子弹会了 就这么多的曲子 在这一年当中 并不是一定要求大家 把这曲子弹得多熟 弹得多会 最后脑子里 可能就仅仅局限于这些曲子 那我觉得就是比较 比较悲哀的 当然也是好事 我觉得今年这些曲子 弹回来也不错 但还是比较悲哀 因为我们应该收获更多 我们收获的就是 在这些曲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收获了鱼的能力 我们收获了 会掌握它的规律 驾驭它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经验和规律的本领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最终目的 以及在包括传统的这些方面 我们左手对于各个流派的 这种驾驭 那么它就仅仅 它绝对不会仅仅地 作用到你各个 这个作品了 它是今后作用到你所有的 这个传统曲子 你只要今年把我南派 北派这些左手都弹会了 那你今年学几个曲子 已经不重要了 今后你所有的传统流派的曲子 你都可以信手拈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也应该是你们的目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 要定得远大一点 我们就会收获到更多 所以绝对不要紧紧 我今天就把张开风谈会了 那我刚才要说的 首先你要由此而了解到 这个时代背景 其次你要由此而看到 乐曲的框架脉乱逻辑 是怎么样产生 怎么样存在 怎么样表现的 好 那么所以我说 在背谱子之前 我心里应该对这个曲子 已经有了 可能音还没有竹音背下来 但是我已经对这个曲子的 每一个琐碎的这种 小章节 小层次 小句子 了然于心了 好 所以这样的话 我首先在第一个 大的快板段落 我看到了四个层次 接下来 我又要从四个层次当中 开始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的划分乐句 所以这个是我们 要一点一点 越来越细致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 其实说了 所有的这个 最终的一些音乐的处理 都来自于我们的乐句的划分 都要依靠依据乐句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 起手 收手 如果我们没有乐句 我们不知道从哪儿起 也不知道从哪儿收 于是乎 我们就生出了许多 不该起的手 和许多不该收的手 或者说于是乎 我们就压根就没有起 也没有收 因为你就 自信的同学呢 就生出了许多多余的动作 不自信的同学呢 甚至就没有了动作 所以这个都是不准确的 那么因此 所有起和收的依据 要来自于我们乐句的产生 所以一个乐句的划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乐句的划分的重要性 是产生了强弱 强弱的变化 一定要来自于乐句的划分 那么这个句子产生 划分出来了之后 我们大致的一个 对于乐句的划分 规律是什么 强起弱手 强起弱手 或者偶尔弱起强手 再或者偶尔弱起见强 再弱手 或者偶尔强起见弱 再强手 这都有可能 但是最常见的运用 就是强起弱手 强起弱手 强起弱手 明朗的起 然后淡出的 一般淡出的这种 这种形式最常见 很明朗 很明亮的起 然后淡出 明亮的起淡出 这种乐句最常见 然后当然也根据 它的阴形 比如说这个阴形 一直在往上行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可能它就要做一个强手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 例子 还有一些例子 是比较特殊的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大家不妨用这个 宇州畅晚 来做一个试验 强起弱手 明朗的 强起 弱手 好 鞠子 鞠子出来之后 这是我们强 强起弱手的一个 最典型的规律 接下来 就不是强起弱手了 接下来是 这是什么曲子 弱起而强手 你看 但它要有根据性的 不是说我想强手就强 它Doremi 它这个趋势 希望你能够强手 接下来又恢复到我们 又是强起弱手 好 这都是一些比较 特别常见的一些强弱起伏变化 那么我们还有不常见的起伏变化 我是因为把一些音乐处理 我要融到这首曲子里 我并不是说这首曲子 我一定要讲这么多 但是如果这首曲子 我仅仅是把曲子讲了 你们接触到的分析 音乐的处理方法和规律 就不够全面 所以我要在一首这样的曲子里 我要告诉大家一些处理 音乐的规律或者依据 并不是我一定要为了去讲这个站台风 所以我更希望大家通过站台风 我们会获取到更多 那么还有一些不大 常见的规律是什么呢 比如说 明朗的起 有的人以为这句子结束了 可是它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结束 这种曲子的强弱变化 相对来说它已经很丰富了 好 那么丰富在哪里 特殊在哪里 就是因为 同样 它建立在一个强起弱收的基础上 对吧 你们抛去中间的变化 想一想 是不是强起弱收 但是 只要在强起弱收的句子当中 出现了排比句 那么 这个排比句 我们要拿出来单做 然后 而且并不影响到全句的强起弱收 那么这个单做是怎么做呢 你要单独来看待 它的弱起变化的 它的这个强弱变化的规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永远对待排比句的时候 是一个强音之后 做弱起坚强 于是刚才那个多次的 拉多拉索法 多拉索法 多拉索法 多次我们做的是 一个强 然后弱起做坚强 但是它一点都不妨碍 这个句子整体的强起弱收 所以 这是强起了 开始一句一句地做 所以都在这个句子范围里 还在做 一直到它做完 我这个句子 才真正地进入到了 弱收 所以这个是当中 稍微复杂地 出现了一些强弱规律的变化 但是它依然是一种规律 并不是我想这么做 就可以这么做的 包括在《凌冲夜奔》当中 是吧 难道刚才那个戏就收了吗 没有啊 它这个句子一直到 到这儿 所以这是强起弱收 但是中间又有 诸多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它产生了一个排比音 排比句 所以那个排比句自身 再去做变化 可不影响到整个句子的 强起弱收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 怎么中间又有这么多 起伏变化 这怎么回事 如果不讲 混在一起 大家就实在是太难去判断了 所以呢 就是今后我们就是 自己要慢慢地掌握 这样的一些 敏感地找出 这样的一些阴形 巨形 然后用我们的规律 一一地去处理它 还有像 你看 这个其实到这儿才结束 对不对 但是你说 那你说老师不是说 就是强起弱收 为什么中间又有一个弱的呀 那就是因为出现了对比句 两句一模一样的时候 我一定要一强一弱 或者一弱一强 或者一强一强 或者一弱一弱 就是怎么着都行 你就要有变化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强一弱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强一弱 在当中 它混淆你的句子了 它不能混淆你的句子 它是因为出现两个 两个一样的阴形之后 我要做一个变化 而这个弱跟句子结束 没有关系 我还在进行当中呢 看那个句子前面是什么 刚才那个抖 抖抖手抖的开头是什么 啊 我有 好的 好的 然后 是不明朗得起啊 这跟句子没关系 这个句子到这儿 明白了没有 我这么单摘出来 大家看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当中的这种 重复乐句的变化 以及排比句子的 在当中起到的强弱起伏 是不影响整个句子的强弱变化的 句子依然遵循强起弱收 或弱起强收 所以就说 这个其实就回到我的第二点 就是第二点 所有的乐句的强弱起伏 一定要依据于乐句的划分 你这个句子如果没出来 你啥也别干了 那你就乱谈情 真的就是一片混沌乱谈情 脑子里一片 真是一片混沌 第三个 我们要通过乐句获得什么呢 第三个呢 当然这个当中派生出来 一个小小的枝节 就是说我们 它的这个根源 也是乐句的划分 但是由于乐句划分 我们得出了一个 得出了一个强弱以后 我们还得出了一个 在强弱的基础上 动作的大和小 所以它的形式上 是动作的大和小 而其实它也要跟 根植在乐句当中 因为你这个 你要在乐句的开始起手 然后在乐句的结束收尾 而这个当中 带出来一个 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到底手要起多大 因此这个问题 要和你刚才所做出的强弱的处理 息息相关 那么也就是说 我知道从哪儿起 也知道从哪儿收 但是至于我要起多大 我一定要根据 我做出的 对它的这个强弱的处理 来区分 如果我是一个明朗的起 我可能就给了自己一个 相对适中的一个高度 手的高度 如果我已经到了激烈 甚至已经到悲愤 甚至已经到 是吧 就是到已经 就是愤恨绝望 到这种像林安一恨 这个天日昭昭的这种 这种情绪 至高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 手又可以到多大的动作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是一曲 非常非常安静的 有意境的 意味深长的开始 那么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手又应该是 带着什么样的动作 你看这个都是极其不一样的 所以都不要用一样的 大致的一种肢体的状态 去弹奏 你所谓的 我都知道强弱 但我实际上并没有把它区分出来 或者说 那么更有胜者呢 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该怎么去处理强弱 或者完全就没有办法去 融入这个动作的大小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 这个前提根据 一定要句子出来之后 我们根据句子划分出来的强弱 然后再去区分对待自己起手的动作 所以我们也就说 说了这么多 起手动作的根基是什么 就是音乐情绪的强弱高低 直接影响到你动作的大小 当我身体 我就这么强的表现的这个力量 和表现的这个愿望的时候 我当然我肢体要符合我的需求 当我就是这么安静的一个句子的时候 我怎么能够起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去弹这么小的一个声音呢 对不对 而且额外地做一个动作 再去弹一个小的声音 这种呢 就和本身与 真 善 美当中的这个真 它已经产生违背了 你就违背了音乐的本质 也就是说 它是假的 你不是为了真正情绪的需要去做这个动作 你额外地做了很多 多余的 造作的动作 那么不光没有对它起到修饰 还对它起到了影响 而且对整体的演奏的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审美方向都 产生了破坏 也就是过多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说了这么多 所有的前提 动作的前提都要什么 遵循音乐本身所需要的情感程度 来添加你的 不是添加 来融入你的肢体 语言 所以我刚才说了三种 大致啊 大致 因为情绪的变化 这千变万化 对不对 我们说了大致 就比如说像宇宙插碗 就是 大概的一个明朗的气 我们可能正好打到胸前 够了 对吧 可能够了 够了 那么如果是到了 我就这一点够了 因为 我就够了 那么我们不了解的同学 可能就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他也知道要弱 但他不知道前面怎么去融入肢体 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控制自己 当我就这么点动静 我就这么点动静 我就 我只能用恰当的肢体去配合他 千万不要 话舍天足 那么第三种情况 当我强烈到 我已经 到了真的就是 就是情绪到达极致 到达顶点的时候 我可以到这个程度 是吧 那天我们很多同学 可能到最后 拍弦的时候 他可以整个 你看 这可能高度都已经 这不用限制他的高度 你就根据情绪去表达 那么这种就是情绪食然 那这个如果你还控制自己的动作的时候 它的表现力就释放不出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动作不是在于简单的 单纯的一个大和小 就是你要和你出来的音乐动静成比例 它就是非常舒服 所以这个也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一个 根据你所做的强弱 才能够来决定你肢体语言的 融入的这个幅度大小 这个绝不是凭空自己想 或者是做 当然他的我说了 他的前提一定也是什么呢 也是乐句的划分 那么最后呢 我们乐句的划分 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我要依据乐句来做我的呼吸 这个一呼 这个一吸一呼之间 其实就是一个乐句 当然也不能特别死板地去理解为 我这吸了一口气 我中间就不能呼吸了 然后就等着这个去结束 那真的就憋死了 所以就说这个吸起来以后呢 中间请你自然呼吸 然后实际上最后的往下 就是结束的时候 你也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 就是把呼吸轻轻地放下 就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气息 轻轻地放下 并不是一定意义上说 并没有这么夸张地去 一定要去做这个呼吸 所以实际上更明显地 要体现在每个乐句的 开头的一个吸气这个当中 实际上就是你一个 呼吸的唯一一个单位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一口气吸上来 我可能中间 我就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就把我这口气 这个心情就慢慢慢慢 就平静下去 然后我又要 然后慢慢慢慢就话 慢慢说句子 句子慢慢弹弹弹弹弹弹弹 你看他们 我这个气息 是不是平息下来了 我并不是说 我就必须这一口气 对不对 平息下来了 然后我又 你看 当然我们不用那么夸张 弹琴当然是不能夸张 只有我现在要夸张 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上台讲一段话 你也得有呼吸 你一定站得太严 讲得你一定是 我今天怎么怎么样 今天天气正好 今天看到大家太高兴 特别是你表达 不是一种冷静的叙述状态 是一种抒情的时候 你看你这口气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弹琴去吸这口气 是必然的 只是你平时没发现 所以不用刻意 但是如果说我这口气 要是为了铺垫一个 特别强烈的表现力的时候 我可能还真的要 加大这口气的分量 否则我后边我承受不住 所以这口气也是为了支撑 你接下来的这个情绪的 这个抒发 对不对 我平静的时候 我现在夸张一点 就我起了一口气 但我平时我可能根本是 不露痕迹的 这种呼吸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现在要说的是 要大家自己知道 而不要往外做 不要做出来 不需要做出来 哦 不需要做出来 嗯 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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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藏着呢 自己知道修行 但你如果说别人也看不出来 你自己也不知道 就麻烦了 就自己要知道 但别人看不出来 这是最终目的 自己知道 别人还看出来了 这是半桶水 对吧 所以最好的就是说 你自己知道 就是观众 其实也几乎看不出来你的痕迹 痕迹 这些技巧的痕迹 都已经画在音乐里了 这个是最棒 就不要把你技巧的东西 动作的东西 呼吸的东西 表现得这么的突兀 然后其实音乐不到位 情绪不到位 全都画在情绪里了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最后观众感受到的 就是它扑面而来的这种感动 这种温暖 这种音乐 这种情感 这个才是 这就是武林武侠里面 大家看过金庸的小说里面 就是画 那武功 你看到最终技巧已经 没了 最高技巧的境界就是什么了 画有形与无形了 无形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我们弹琴 就是弹琴最后 大家如果总盯着你的技巧 看到的时候 说明你音乐不到位 大家已经忘了 你的技巧是什么 就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 情感的感动 这个你的音乐就到位了 所以它说的这种技能的 这种境界 你看都是相通的 所以这个是还是有的 就小 然后 啊 那么包括最后 包括最后再现 就你要说这句话 就是你必然要吸气 然后就根据音乐强弱的处理 你就是吸得要多的 多么的到位 然后符合你接下来的 这个音乐色彩的需要 所以这口气一定要吸 不能不吸 就是吸得让人不露痕迹 就是最好的 但是我刚才说了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心里要知道 我是有呼吸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心里知道哪里是句子 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哪呼吸 你还是不知道 哪是句子 所以说你看 我们句子的划分有多么重要 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句子要产生这么多的 内容在里边 可下而知我们以前 如果没有做句子的话 我们丢失了多少音乐的 细腻的 情感的这些 可以寄托的地方 所以你们就 情感无处寄托啊 因为连一个给他好好的 连搭个窝的地方都没有 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 我觉得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小窝 美美的窝 然后你每一个句子窝搭好了 你这个情绪 情感都有处安放 自己妥妥的 舒舒服服的 整个曲子 如果我都在这样的状态下 我的情绪 舒服 你自己特别舒服 你的处理的时候 特别合理的时候 人的天性 它会自然而然地和你的音乐处理 融为一体 当你拧着自己来的时候 或者你也 不是刻意拧着自己 可是你没办法 不知道怎么能够不拧 因为你确实 没有掌握一些技能 所以这个时候 音乐处理和自身的情绪的一些需求 都是相违背的 都是相别扭的 然后 那你当然 情绪无处抒发啊 无处安放啊 无处释放啊 因为你没有给自己搭建一个 良好的平台 所以 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就是在曲子的基层啊 在这个曲子的 理性的部分 要做这么多的工作 目的是什么 最后我终于可以 让我们的情感 有处安放了 所以你们 情绪没有足够表达出来 不是你们情绪不够 也不是你们不愿意去表达 而是你们 你们无处安放 你们的情感 你们的 这个曲子的 这个 这个窝啊 没盖好 没有给你的 这个情绪 好好地搭建一个窝 然后至于就是说 我这个情绪能表达到 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就跟我第一天说的 那要看天分 有的学生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他可能天分 就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 太感人了 音乐 有的同学 可能有了这样一个 良好的基础之后 他的音乐也不错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热 热情 没有那么的深情 这跟人的性格啊 血型啊 天分啊 这都有关系 有的人天生是冷静性 有的人天生是热情性的 这都很有关系 但是话说回来 只要有这么一个框架 已经差不了 这个音乐已经差不了了 最多他没那么感人 但他不会差 最怕的就是 底下这儿 搭得乱七八糟 那么你就是 再有情绪 这个天分的 同学也无处释放 好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从这儿 额外地说一下 我们乐剧划分的重要性 由此来提醒大家 针对每一个作品 我们分析乐曲的时候 这个乐剧的划分 有多么的重要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剧子 这个站台风里面的剧子呢 它基本上呢 就是 第一个层次 特别的比较雷同 都是 比如说 这就第一个句子 对吧 然后呢 那么由于它整体都是 坑枪有力的 所以它的强弱起伏呢 也不要过分的弱 就是因为它的 一上来 它要先站稳了 先表达出 这样一种坚定 所以不要有 特别多弱的处理 基本上都要站在一个 坑枪有力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我们 在处理规律当中 依然可以存在 强起而强收 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这都是我们的处理范围 好 接下来呢 它产生了很多的 这个叫什么 反复记号 于是呢 我们就 如果产生反复记号 我要提醒大家 就不根据这个 什么强起弱收 这种来处理 而是反复记号两遍 做什么呢 刚才我说的 多多收 多多多收 多多的这个道理来了 也就是说 要么一遍强一遍弱 要么一遍弱一遍强 要么一遍强一遍更强 而不要 两遍都是强起弱 强起弱 这种变化就太琐碎了 明白了没有 所以第二遍弱 明白了没有 好 可是接下来又是一个 那个 反复记号 可是我紧挨着 刚才的一遍弱一遍 如果再做一个一遍弱一遍 我的感觉又有点琐碎了 所以这个句子 我就不要重新再做弱 这个一遍弱一遍 我重新做成一个强 一个更强 因为这符合 我第一段的情绪的需要 所以 然后 然后呢 我再做下一句 你看这个 这些句子特别小 你们就可以暂时 把它都可以 稍稍地 根据这个反复记号 做出强弱来之后 做紧凑的衔接就行了 不要再做太多琐碎的 这个呼吸了 因为这个都是 衔接在一起了 接下来呢 就进入了 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排比了 可以说 所以我一定要做 弱气坚强 如果排比 它是独立存在的 我可能就会 是吧 可是它现在是 前面正有一个强收 所以在这儿 我就直接做成弱气了 所以它在这个 音乐处理当中 也有很多的灵活性 所以这儿呢 直接做成弱气进去 下一句 又来了 好 好久没做 一强一弱了 于是我可以来一个 一强一弱了 好 又是排比 这连续下的排比 这第一个 又是第二个 因为我们继续再不做弱下来 一直一直往强走 我们强不上去了 所以等于第二次 重新做了个弱气坚强 好 收掉 二三四 强手 一二三四 强手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叫 一二三 因为这个音区 根本没有余音 所以刮咒扫弦 一定要在前两 几乎合起 把他中间位置去扫弦 二三四 一二三 一定要扫这个位置 明白了没有 所以等于刮咒是个斜线 另外呢 刮咒和我们的扫弦 它是带拍子 比如说 一二三四 送 me right 按拍子 不能随意出来一个 自由的刮咒 因此呢 我们要注意 一拍是扫弦 一拍是慢刮 一拍是扫弦 所以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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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为三 明白了没有 然后控四的时候 正好控是起手 一二三四 手送 me right 明白了没有 一二三四 手送 me right 好 又是一枪 那我们就不要一强一强 一强一更强 所以就一强一更强吧 继续强 然后 这个地方 me right me right 两次 怎么办 如果之前总是一弱一强 我这是有一强一强 me right 后面排比 这是重复 后面排比 这是反复 后面排比 me r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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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排比 me right 还是排比 me right 全是由规律而来的 一二三四 进墙 然后两次弱一强 我可以不做两次弱 我可以一直推上去 这可能就会往前吹的 冲的那个情绪就更强烈 好 好 那么最后这个瓜子 我为了让我能够感觉 情绪的这个铺垫特别的足 我就 你看 我拐了个弯 我不要 这太短了 明白没有 要直线 我走的是 这样的话 我称偿了我情绪的这个 推进 铺垫 好 抢收 整个层次在这抢收了 好 明白了没有 接下来第二层了 这个时候我伸起了我的左手 静静的 当然刚才那个 RE不要那么弱啊 好 左手 左手先不要 不要太炸了 这边的音色 作为补充就行了 不要特别的 选冰夺着啊 好 左手先进了 等到左手下行的时候 右手就进了啊 好 一起 双向 都是相反方向 都要有众音 以表示站台风的这个气势 慢起见快 好 那么这个 我们通常 在以站台风的这种音乐表现力角度 它一定是带众音的 带扫弦的 不要 这就太流水了 所以带有音头 那么越快 一定要注意 刮揍的这个 范围一定要缩小 它就变成了 加快速度变成了 在一个八度里面了 加快以后 最快的速度 不要超过两到三圈 不要平凡的在这 这就不好看了 最快的速度一顺 转顺即逝 马上就接 倒数第二下 倒数第二下 简直是过度一下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下 所以最后一下 一定要撑住 撑住的最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走弧线 你直线撑不住 有同学 这直线老撑不住 所以 我就尽可能延长 我最后这个音 那么也就让我的气息 极为的饱满 第二次是双手同时开始 撑住斜线 对 这多饱满啊 然后左手休息 右手抬起来 都滑到right 双摇两根弦 左手不断的颤音 然后你甚至可以 摇三根弦 四根弦 都没关系 但是核心是right 两根弦 你看增加也没关系 好 你看 我前面再快速 我到刮皱我撑住了 而不是手忙脚乱 是吧 你刮皱要撑住 你看 我两头是 这中间就松紧有致嘛 对不对 要多少紧 就不舒服了 所以中间松 到地方再紧 第三句 句子我给大家说一下 句子上面是不是分出来了 句号看到了吧 每一个句号都是我刚才停留的那个句子 反正你们捕着手就在脑子里记着就行 好吧 所以刚才我们是第一次这个是一个句子 第二次这个是一个句子 对不对 然后到这个 这是一个句子 明白了没有 好 然后现在我进入这个句子了 第四句了 刮皱不要太突出 突出的是滑音 哎 左手下去 大指一定要慢 否则就撑不住 慢慢再加快 好 那么 不要总是食指慢 大指慢不下来 大指呢 大指要慢的下来 左手要注意音准啊 你看进入到 基本上进入到中音区的时候 我才开始真正开始快 有同学撑不住 可能不 弹了一个两个音就已经 快到自己都已经走不下去了 啊 所以撑住了以后 你才能持久 明白不要 你这个音能够持久下去 然后呢 你看越到中音区的时候 我们也就滑音滑到上 中音区的都滑到right的时候 我们就打住了 就不再继续往下滑了 明白了没有 左手 到这为止 左手就停在这 撑音就可以了 右手呢 就像刚才刮皱一样 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 然后接倒数第二下 左手保持 跟刚才一样的收尾 结束 也就是说 他保持到这儿之后 右手加快了 加快以后 还要接一个倒数第二下的食指 最后斜线 撑住 结束 这个句子 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四个 好像是四个句子 五个还是四个 好 接下来 我会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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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这个段落呢 就开始完全是我们的快速计法了 这个当中 我一个一个说 一个呢是 重视所有的浮点音 这个浮点音 要强调第一个音而忽略后面的短音 忽略到几乎听不见 这就不对了 千万不要强调你的大值 大部分同学我听到这段学历 总是觉得那个节奏性不够利索 不够利索的最大的原因就是 你千万不要强调八分浮点后面大值的那个短音 你几乎让它消失都没关系 你看 你看那个音你几乎它就是 它就是过度一下就行了 看到没有 就这个音在里面 看到没有 一定要忽略掉你的后面那个 连续性多少个八分浮点在里面 然后我说一下刚才这个地方 这典型的是什么 典型什么强弱 强起弱 排比句 排比句超过四个以上 就一定要有一个强音以后 弱气见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舒服吧 这就是感觉暴风雨 有远到近的感觉 一二三四五 好 这个因为比较频繁 所以用中指 就用指甲弹 然后一会两拍一个的时候就用小指了 听这个音响变化 一二三 中指 六七八 然后改小指 明白 好 这块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幅点 多少个 好 这都是句子 然后下一句 快板 因为它快板当中这个乐句 可能我们就不用起起落落 呼吸那么明显了 因为它一起合成了 一起合成了 所以这个但是你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小句子就行 四个排比就弱气见强 二 二 都是两拍 一二 一二 二 一二 好 弱气见强 那么这个弱的这个 就是这个 空拍的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做了一个 右手做了一个下一组的贴旋 这个一定要做 明白了没有 你 你 它前面那个音的空拍 就是你下一组音的提前贴旋位置 贴好了弦才能夹弹 贴好了弦才能脱皮 明白了没有 二 二 二 好 清楚了吧 好 肉气见强 二 三 一 二 三 又来了 又来了 铺蝶 就千万不要去强调那个手 明白吗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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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这的数量永远有同学不准确 首先 拉 都是 都是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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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一拍后面接四个十六分音符 再回到一拍的时候 那个一拍永远强 就是什么的 人类惯性就 冲着前面四个音的那个速度就去了 是吧 所以 拉 拉 你看有同学那个拉就不停了 所以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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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练节奏 拉 站稳 站稳四组 然后突弱下来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呢 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 而是数量代表着节奏 少一个节奏就突弱了 二 三 四 明白了没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直排比健强啊 这要来了 刚才说了 我单音浮点 都弱不下来 更别提这双音了 所以强迫自己把双音的短音弱下去 不要 这就太笨拙了 所以 几乎那个嗖 发出一点点声音一带而过 明白了没有 一定要 而且第一个音一定要拉长 好 这个地方点奏呢 提醒大家 就是左手要练得比右手强啊 否则你在这儿 左手就是 首先它落后 其次呢 它力度顶不上去以后 显得 那个情绪上不去 还有呢 如果左手不坚持练 俩手就会并到一块的 因为它老比你右手慢 最后就变成 你看 有时候并一块 就是谁慢了 左手慢了 所以左手给加把劲练啊 左手一定要练得比 你看 就让右手歇一歇 好好的赶一赶左手啊 用手指关节啊 你看 我这么练的时候 我可以左手抢 这儿呢 先往右后往左啊 然后呢 可以按拍子 各四拍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见着收掉 也可以有同学 就是来来回回的 做一些 做一些变化都可以 这儿自由了 然后你就是按拍子 规规矩矩的 按拍子 接着落下来 也可以 好 结束了 这个捏弦呢 一定要用胶部位置捏啊 捏住胶部位置 右手捏的要使劲 左手捏的要使劲 这个声效就出来了 使劲 双手一起使劲 然后双手一起放松 声音就落下来了 好 第三层结束 进入第四层 这儿是风雨欲来 山雨欲来 风满了 是不是啊 是这样的 所以它有隐隐的 一种紧张度 然后慢慢慢慢 从这个风变成小雨 从小雨最后变成 最后变成暴雨了 对不对 所以它这儿是有这样 一个递进关系啊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个弱旗 左手的低音很重要 左手低音产生一种紧张度 都是排笔句啊 现在变成暴风雨 足点 左手几乎都不动 只有动手指 别跳 下雨欲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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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整个快板达到高潮 所以这几个段落呢 都是我们的快速技法 那么首先呢 昨天提到了扫摇 扫摇一定要扫一下 摇四下 慢不下来的同学就要敲警钟了 慢不下来的同学 是因为你可能是完全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下 完全超越了没有理性的阶段 直接感性的自己 那这种它是一种不规范的 对不对 你首先它没有了 整个的没有了一个循序建计的过程 其次你也缺乏了一个节奏的一个规范性 因为当你只能快不能慢的时候 你想象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所以呢 我们扫摇的这个规律呢 应当是可快可慢 我快我就是 我慢我就是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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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双摇四 5 6 7 8 1 2 3 4 5 去掉左手 5 6 7 8 好 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 怎么衔接这个做 好 那也就是说 扫摇一定要回去 能快乐的同学回去看看 练一练怎么能慢 当然慢得很好的同学 可以慢慢做提速 好吧 都要反过来练 好 然后总体来说 我们刚才说的 还有远到近 这个隐隐的有一种 这个山雨越来浮满了 这种紧张度 所以呢 那么这个力量一定要 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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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 推进以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已经推进到比较强了 推进到比较强 可是我并不直接上去 因为我主题还没到 我从比较强的地方 又弱下来了 对吧 我是 我还弱回来 两次 这掉足了胃口 然后再推出来 这就很有更大的满足感 好 所以这儿呢 又是什么呢 排比乐剧的强弱变化的规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请大家拆音就行了 缩滑倒拉 双摇 双摇 三摇 四摇都无所谓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明白了没有 一定要强起弱兽 弱起劲强 好 第二个呢 有点变化 四个以后 左手撤了 因为左手要早点过来 做刮揍 所以撤了以后 右手就从双摇变单摇了 明白了没有 还回到单音的re上摇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明白了没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明白了没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懂了吧 然后八的时候已经下手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扫的时候 拉 已经到拉了 这样放慢下来 放慢点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所以刮揍的时候永远是点 前一拍的弱起拍是你的刮揍 正拍的时候已经是扫弦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规律 不要反过来了 好吧 好 三 四 五 六 五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刮揍手鞋 注意手鞋啊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三直接 一 二 三 起 这就是太慢了 是吧 但就是说 为了练刚才那段扫摇 你肯定得慢下来 你可以单独把那段慢一点 也就是双手的节奏给对上 明白了没有 好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啊 一 二 三 起 一 二 三 起 三是指弦 一 二 三 起 没事啊 下次我们有回课的啊 浮点 那紧张度用来弱的一变 就是为了体现紧张度 好 全段节点奏 看到没有 动作缩小 注意这个 往掌心弯动 这样强调 强调我们这个角度 米瑞多了米瑞多做剑墙啊 剑墙 跨八度 后面的每四排有个跨八度 好 最后四排全部跨八度 最后三排 就是倒数 第四 第三 第二 全是跨八度 然后最后一排 变成大搓了 大搓而且还 贴着弦不着急弹 明白了没有 贴贴贴一会儿 就让人期待感的更强烈一点 然后再给人满足 对不对 好 刮咒也要撑住 你这个梳已经延长出来了 拉个刮咒就要延得更慢 然后淋漓尽致地放出来 已经是战胜台风之后的 无比的幸福和成就感 好 先是咬指的慢起见快 然后是收掉咬指上行的慢快 由高音区往中音区 再往低音区 渐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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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放下 肩膀 全部恢复 松弛自然 休息 休息 重新出发 好 然后进入慢摆 慢摆我们的句子来了 慢摆句子就很重要了 好 这是第一个句子 看我的呼吸 是吧 是不是呼吸了 呼吸下来 收掉 收掉 都一句一句话 慢慢说 结束 结束 呼吸又起来了 手再起 手再起 继续起 充满了斗志 好 你看 慢摆也分了三层 第一层是 第二段是 第三段是 慢摆也分了三段 你们看这谱子可以标一下 六十四页的 最后一行的 倒是第二小节 画个分号 V字一个分号 好 第二段是 六十五页的第二行 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之间 这已经画出分号了 第三层 好 那么我们可以说 第一层呢 表达了对这个之前 这个如此的艰辛的 不懈的去抗击战胜 自然困难 抗上这个台风的 这样的一种 获得的这种胜利的 一种幸福和成就感 对吧 充满了一种 自豪 那么第二段呢 在相对低沉的音区呢 表达了一种 义苦思甜 表达了一种 对过往的这种 艰辛艰难岁月的 一种回忆 是不是 可是回忆 毕竟是回忆 可是我们现在 必须要充满了斗志 充满了展望 所以第三段是展望 所以这段呢 到高音期的时候 很明显就会感觉到 人的这种 精神面貌不一样 是吧 所以就三段 你看 你应该有 自己对他的 不同的诠释 这样的话呢 你给他一些 不同的情绪上的 这个分析 这样的话 你整个三段漫版 不会弹起来像一段 枯燥无味的 平淡无味的 很长的一段漫版 而是会给人感觉 当中的色彩形象 非常丰富 对不对 三段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情绪和色彩 好 那么我要说一下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上下滑音啊 一定要准 应该是节奏 刮奏要柔和 收掉 若 若一定要做中间弹 下一句 二 收掉 第三句 这个句子是再清楚 不过了 这个咪一定要弱下来 All right 在这儿呢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 一个细节 就是所有的摇指啊 的颤音 都不是在摇的时候颤 都是摇完以后颤 听一下 空弦上的颤音 也是这样 不是弹的时候 是弹完以后颤 看到了没有 都是摇完以后 做颤音 二 三 四 又来了 注意插音 好 咪要再把情绪 收进去 再放出来 注意上滑音音准 小三度 小三度 好 一个强 一个强 一个弱 表示这个段落的 一个终结 有同学 这就不管了 你听到这个音 这了吧 自己检查一下 好 这我们一会儿 二声部特别好听 这一段 就是说这个 站台风几乎 它没有什么 左手的 这个暗华音 就这么一点点 出现的漫白 里大家可千万千万 不要因此而暴露了 大家的底细 一看原来右手弹挺溜 最后左手一点音准概念都没有 就这么几个音 一下就知道你音准概念怎么样了 好吧 所以一段要注意啊 看不要 弹完 插 好 注意小关系 大关系 大关系 一定要准 小 小关系 结束 第三段 二 三 句子结束 下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第四句 强手 好 所以到第三段 第三个层次当中 稍稍的不要一点表情祈福都没有 我给出乐句 我给出乐句了以后稍稍做一点 恰若起伏 那么 总体来说就是到了第三段的那个第三层的那个摇指的时候 换弦千万不要带重音 哎呦同学 这换弦弦的它一定要有那个抒情歌唱的连线 一定是连贯的因为它在歌唱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已经是摇指了然后还带重音说明你已经把摇指的这个效果全部都破坏了 好吧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到了摇指段落前面都是单音到了摇指段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歌唱性 连贯性 抒情性 好 然后我们就 那就仔细 抄定了 屁股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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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就是快 就是强 没有太多的快速的一些技术含量在里面了 当然就是说快 它也不是说一定是一个死的固定的速度 这个快一定因人而异 一定要以节奏准确 音质清晰 双手配合节奏准确 以为前提 而不是说我丢失了这一切 然后只是快 那么这种快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能够保证 这几个前提的情况 你能快 当然是最好的 但如果我不能够保证 那我就稍稍慢一点 从而保证了我前面这几点 那我认为你那个速度更好 所以你可以稍慢一点 但特准确 比你那个特别快 什么那个 哪个方面也不规范 要强得多 好吧 所以这个后面后续的这个 这个段落 所有的速度 要因人而异 量力而为 慢一点 弱体 好 一强弱 这都不再重复了 好 全是强的 因为它已经在低音区了 所以不在同一个音区 不要一强一弱了 而且到这个地方 它已经情绪是已经到 到了淋漓尽致了 不要再弱了 好 弱 这事的弱 是为了更强的 推上去 好 刹车刹在两个 软和咪之间 好 刮奏拖慢一点 给了右手一个充分的气息的铺垫 好 最后呢 就是Rai Mi 就是So呢 这个之前 肯定是我们延长了 对吧 到So开始 后面这四个音 按拍子 So 都 不要一直在剑慢 So 都 Rai Mi Mi已经有一点点慢了 然后 Mi和So之间 要最慢最慢 So出去以后 左手的这个刮奏 同样要注意一下 麦关麦骨 距离越来越短 最快的部分 跟刚才右手要求一样 最快的部分 两到三圈 迅速接倒数第二下 你看 迅速接倒数一下 第二下 最后一下的时候 咬指已经收掉了 咬指收掉的目的 就为了有一个手的那个 起手来表达情绪的 一个充分的结束感 你看没有 而不要 右手不要这么着急 跟着这个左手的扫弦 就仓促的结束了 而是右手有个 非常充分的 看没有 看 右手早早的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表情 对 有一个起手 并且还有贴旋的时间 这个音出来 它多么的有把握呀 是吧 仓促的拍打在这个结束音上 这个音很重要 拍的又很糙 又容易错 而且最关键是 情绪还 稳不住 所以要有准备的 去发出这个音 最后这个音 是要这么弹的 对 好吧 好 这就是全曲对大家的要求 好 下面呢 我就要开始说 说我们的 如何层层的叠加进来 然后我们这样 我们先慢一点 然后我说每一个地方 因为全曲的版本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们一起吧 大家慢一点 我们先慢一点 然后把每一个入口处说一下 请不吝点赞订我 我帮你 有一点 真的 我的福音 咖啡 我们先听到 这个音乐 可以 我们先听到 噿 我们 每个人 好 一起慢一点 刚才大概强弱知道了 一 二 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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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 对 一 二 三 四 弱 一 二 三 四 哦 sorry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 将来如果说 我们的棋造有很多种情况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一个老师 带领着后面的一群学生的时候 比如说未来我们有这种需要 那么呢 你就把后面这一群学生呢 把它分为 所以 咱们这样 我先把大家分成一个特别简洁的一个版本 就是排练的时候 因为人特别多的时候 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 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划分的 我们再简洁一点 这个五个声部太琐碎了以后 学生特别容易不齐 然后我下来以后 我再看一下这个五个声部有没有必要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用后面课的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我们就按我们两个声部的版本走 好吧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 但这个谱子大家也留着就行了 好 然后呢 那么两个声部的意味着就是说 就是老师和我们的学生之间 那么一声部和后面的二声部 然后到了我们刚才的这个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的后边呢 就可以把学生 比如说现在我们五个人 那么就一分为二 这边的学生开始做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句子 好 然后这边的学生做第一个句子 对 建墙 音头出来 好 他的起手 对 他的收手就是他们的起手 第二次走 对 建墙 好 然后是老师 老师 这块因为太自由了 所以就不要学生做了 好吧 要不不齐 这儿你可以老师做 好 所以就这个部分当中 因为它都是自由的东西 我觉得你一边 让学生分成两边 一边一个暴风雨的音效 然后中间这块呢 一个是全体容易音不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慢起尖快 这块特别乱 特别的乱 所以就老师自己一个人做 好吧 所以主要是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一下 一 二 三 走两次 好 准备建 好 不要着急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老师 就是老师要给所有的学生 一个起手 好 跟着老师一起抬手 对 建 对 给重音啊 对 对 有重音 对 建墙 建墙 好 他的收手 是他的起手 放慢 起手 这边学生起手 明白了没有 动作一定要衔接在一起 对 然后这边休息 这边的同学回到 好 再来一次啊 好 因为大部分 我们没有什么变化 有变化的地方 我们多说几遍 然后这边同学 不起来了吗 一落的时候 这边同学跟着一起落下去 摇 就把这个低音哄托一下 明白了没有 再来一次啊 准备 二 三 起 这个音一定要撑开 再来 准备 撑住 对 别着急 明白啊 要有重音 落下来做重音 建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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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慢下来 最后一下慢下来 好 起手 好 做充分了 再落手 叮 摇指 对 建墙 对 这边摇指 建墙 建墙 好 老师做 起手 他的手手 是老师的起手 继续回 跟老师一起摇指 走 对 那么你们可以分开 有的同学在下加一点上摇 有的同学在下加 可以一分为二 因为我现在不能判断 你们到时候的数量 明白没有 总之你们就一分为二 一半在下加一点的摇上摇 一半在下加二点的摇上摇 这样的话 全场那个低音 烘托起来 这些效果很好 明白了没有 所以老师一进的时候 连他们也开始在这个地方 开始摇了 明白了没有 好 你们的结束 结束音 建墙 老师抬手 你还保持 好 走 继续摇起来 你俩怎么都在下加一点的摇上啊 使劲 对 低音出来 一直摇起来 好 这就全在摇上了 然后全体抬手 对 走一起 准备好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这第一部分 这是有区别的第一部分 我们完整再来一次 最重要的就是说 整齐是起奏的最重要的核心 那么这个整齐呢 非常重要 就是收和 它的收和这边的齐 或者它的齐和我的 它的收和我的齐 一定要有那个 有所铺垫 有所衔接 有所准备 而不是拍子的结束 就是下一拍的开始 那就太可怕了 真的都接不上 特别是都是自由的 明白没有 所以你看这种 洗手在落手的默契 是你们要反复去练习的 好 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走 是墙吧 然后 突落 中音出来 乱一齐 对 建墙啊 建墙 好 准备这边啊 放慢 最后一下放慢 起 准备落 咬起来 对 建墙 老师起 好 准备落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全体 好 这块再全体弹一会儿 停 好 我知道为什么分四个五个声波了 对 有的句子 四个句子的时候 我们是层层叠进进来的 那么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台上 我们每次我们出去 周月团可能是四到五个人 然后我们在台上 以我为中心吧 就是两边各有两个 我们的同学或者是老师 那么我们几个人 然后全体 那么我现在不能把握 你们到时候会有多少人 那么如果是 你们 总之就以这样一个规律吧 你们可以一行一行 或者两行两行 全体 就这种层次排好了以后 特别好听 就比那个全部大齐奏 又好听多了 好不好 那我们就 从你 或者是 我看怎么样 好一点 现在我们先按一个顺序吧 到时候你们有队形了以后 你们看队形 最好是挨着走 是最好看的 挨着走 然后叠起来 而且 刚才我忘了说一点 并不是一个人 一个人弹 是一个人 叠加进来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全体 明白了没有 所以是 一体 立于 对 是这样子的 拉拉拉的时候 已经是四个人弹了 然后都是全体 再来一次 一二三 走 建墙 好 全体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